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会抹掉我妈的所有痕迹 我爸也挺惨的 以前都是我妈打理这个家 他在外政前 我妈走后 这个家就跟狗窝似的 他十天半个月吃不上一顿像样的饭 别人把杨姨介绍给他 两人出了一段时间 我爸越来越喜欢杨姨 想让杨姨跟他领证 安安稳稳过日子 结果杨姨在饭桌上提出这么个要求 直接把我们给惊住 杨姨有个女儿倩倩 是她和前夫生的 比我小两岁 没有读大学 读完高中就在县城打工 后来自己学了手艺 开了家蛋糕店 生意狠 他们的婚姻没有坚持多久 杨姨生完倩倩 大出现 切除了子宫 从此生不出儿子 婆婆逼得他们离了婚 杨姨带走了倩倩 从此两母女相依为命十几年 我爸看上杨姨 也很正常 杨姨长得好看 习娘半老 风韵犹存 虽然之前一个人带着女儿日子过得辛苦 但女儿懂事 长大后她就不用操心 整个人容光焕发 加上杨姨做事特别勤快 她来到我家后 我家整个变了样洗碗槽成光瓦亮的 厨房每一个角落都干干净净 做的饭更是不用说 杨姨出马 天天都整得跟过年似的 没有个韭菜一汤 至少也是三婚二素 最重要的是 她不需要我爸给她一分生活费 人家来我们家过日子 居然自带存款 杨姨提出这么个要求 我在一旁目瞪口呆 我爸却立马哈哈大笑起来 你是认真的吗 你不要骗我哈 我跟你说 倩倩这丫头 配我家这傻大哥 那真是好好的白菜被猪拱啊 我白了我爸一眼 我爸给我头上猛地敲了一下 你白什么白 我说的有错吗 就你这样时的 还能娶到比倩倩好的 杨姨在一旁露出迷之微笑 其实我也明白 杨姨为什么要这样做 不就是怕我以后娶了媳妇 不认她这个婆婆 或者对她不好吗 她能这么高看我 我还挺开心的 我并没有直接拒绝杨姨的提议 因为那太不是好歹了 我也不是没见过倩倩 我们在一块吃过好几次饭了 倩倩长得跟杨姨有点像 浓眉大眼 笑起来还有两酒窝 她喊我一声歌的时候 我心都在打颤颤 没有妹妹的我 还挺享受这种感觉 但要我拿人家当媳妇 这也未免太奇怪了 我压根就没那样想过 杨姨见我没有拒绝她 我爸又跟个媒婆似的天天 鼓吹这段婚姻有多美好 什么财力嫁妆 最后权归了自家腰包 她所现还真撮合起我们来 我没想到倩倩居然是这么一个奔放的女孩子 简直吓到我了 当她知道杨姨是这个意思时 她居然主动约我出去逛超市 逛着逛着就挽着我的手说 哥 你是不是没拒绝我妈的提议 我吓得哆哆嗦嗦 十 什么提议 倩倩挽我手臂的那只手 挽得更紧了 我俩出对象啊 我作为一个没谈过恋爱的纯洁男子 羞涩地想要抽出我的手臂 那个你先松开 倩倩见我这样 居然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好家伙 那不知道的 还以为我欺负了他 超狐狸这么多人 可全都看着我们呢 我没想到人生中第一次 被这么多人关注的高光时刻 居然会是这样的 倩倩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 他说我看不起他 因为他没上大学 只有高中文凭 我连忙解释 我说怎么会呢 你每个月挣一万多 我还没找到工作 倩倩又说 那我就是看上他了 我实在没办法拒绝他这个逻辑 当场表示可能是吧 我们俩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在一起了 后来他告诉我 他其实第一次见我就挺有好感的 但因为我学历比他高 他也只能远远地崇拜着我 在一起之后 我发现倩倩简直满足了我对女人的一切幻想 他会撒娇 会任性 会给我提要求 也会无条件满足我的一些小要求 甚至我们很快就顺其自然地做了 男人女人最喜欢做的那些事 那段时间 我真的很感谢杨姨 我觉得他真是天使一样的存在 既让我爸重新回到正常的家庭中 又给我带来了这么好的女朋友 我和倩倩发展得特别稳定 因为我是第一次谈恋爱 所以我对他特别温柔 可以说就是捧在手心踏坏了的那种感觉 倩倩谈过男朋友 他大方地跟我说 他以前的那两个男朋友 连我一根手指头都比不上 我对他谈过男朋友这件事吧 心里还是有些酸的 但也还好 因为倩倩的第一次 还是给了我的 我们拥有彼此最珍贵的第一次 这就足够了 倩倩偶尔会在我家过夜 因为杨姨搬到我家后 她家就没人做饭了 杨姨甚至提出 让我搬她家去住 我觉得没有结婚不太好 虽然我们俩背地里啥都干了 但还是想装作没干的样子 所以 倩倩来我家住的时候 我俩明着也不睡一起 但半夜我会偷偷去找她 杨姨也提过我俩结婚的事情 她的意思是 只要我和倩倩一结婚 她就立马跟我爸领证 我却还不想这么快结婚 也不是什么别的原因 就是我才刚毕业 正经的工作都没找到 这就结婚的话 我怕别人笑我 也怕倩倩瞧不起我 她都是一家店的老板娘 而我只是个待业青年 我用心备考 终于考上了我们现成的事业编单位 那天一开心 我和倩倩来世而时 没有采取安全措施 没想到 孩子就这样来了 但我俩并没有表现出惊慌 反而都特别淡定 因为我们的感情到位 钱也到位 来个孩子怕啥啊 来了咱就生呗 只是生之前 总得把婚结了吧 还没等我们把这个好消息 告诉我爸和杨姨呢 他们俩居然闹起了分手 闹得还挺凶的 邻居说他们那天吵架吵到扔东西 把人隔壁老奶奶吓得打电话给派出所 派出所来人后 发现是小两口吵架没动手 叫喻了两句就走了 我们俩赶回去的时候 杨姨正在收拾东西 我爸出去打麻将了 他这人一直都这样 遇到屁大点事 就在躲起来打麻将 杨姨一看见我 立马想把对我爸的火撒我身上来 但他还是想了一会儿的 估计是找不到什么话来骂我 他冲我嚷嚷 你有个莫名其妙的爹 他收拾衣服时 倩倩一直在他身边 乖乖巧巧的也不多说话 我发微信给他 怎么办啊 他回了个无奈的表情 不知道啊 我妈很久没这样生气了 你去问问叔叔怎么回事吧 我找到我爸 我爸开始我 直接朝我翻白眼 你走 别在这给我丢人现眼 我爸也好久没这样生气了 这下可惨了 其实他们生气吵架什么的 跟我没多大关系 他俩都多大年纪了 应该也不会太无理其闹 但是他们吵架要影响到我和倩倩的关系啊 这我就不爽了 我在那等着我爸 他不走我就一直在那等着他 直到他愿意回家 爸 有什么事 我们回家后好好说 大家都是一家人了 何必呢 我爸又敲我头 你懂个屁 有些事 他就不是好好说就能解决的 回到家 原本以为他们能看在我和倩倩的面子上 好好坐下来聊聊他们为什么会吵架 然而 我发现我真的试想太多 我和倩倩是他们各自的孩子 哪有什么面子啊 他们见有观众了 吵得更凶了 一个说鬼要嫁给你 嫁给你我就会被你气死啊 一个说不嫁就不嫁 不娶你 我还找不到更好的了 两人吵得越来越凶 根本不受控制 我吵倩倩使了个颜色 我看了眼他的肚子 他立马表示接收到信里 你们别吵了 再吵下去 我肚子里的孩子都要郁闷了 这一招果然有效 然而 也只是暂停了半分钟而已 孩子 你怀孕了 杨姨一脸惊恐 似乎这个孩子不是个孩子 而是个炸弹 我爸也一脸不相信地盯着我 你小子把人家肚子搞大了 我和倩倩手拉着手 站他们面前 乖巧地点点头 我们打算下个月就结婚 秉政半久一起来 杨姨立马从我手中拉走倩倩 什么你们打算结婚 你跟我回家 你现在立马跟我回家 我要去追 我爸也吼住我 你要赶出去 我们父子俩断绝关系 杨姨带着倩倩走了 我爸死死盯着我 不让我去追 倩倩回去后 给我发消息 要死 我妈劝我把孩子打掉 她说你和你爸都不靠谱 我真的要气死了 我靠谱啊 我哪里不靠谱 倩倩你得跟杨姨说清楚啊 让我没想到的是 我爸这边 居然也让我不要这个孩子 他的理由实在是离谱 他说长得好看的女人都不靠谱 我和倩倩真的是欲哭无泪 这两人究竟是怎么了 合着他们觉得全世界就他们自己配得上靠谱二字 一开始两人费尽心血搓后我们 现在我和倩倩想结婚了 他们倒好 一人一棒准备棒打鸳鸯 我们这棒 挨得实在是莫名其妙 但是我和倩倩并没有慌 其实我们都知道 这两人说出这种话 很大概率是因为他们都还在气头上 在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前 我们不能一味和他们抗争 也不能什么都不做 放任他们这种不健康的情绪继续发酵 倩倩到底是杨姨的贴心小棉袄 她很快就搞清楚了这两人吵架的真正原因 为此 我们专门研究了对策 那天我假装喝醉酒 回到家开始撒酒疯 其实我也只敢坐地上哭凉嗓子 别的也不敢干 老天啊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倩倩这么好的女孩 为什么她要嫁给别人啊 我爸扯着我耳朵开始骂 你有没有点用 孩子都有了 还让人跟了别人 我心里暗自发笑 且 还说不要这孩子 我看她心里不知道有多稀罕这孩子 就是死鸭子嘴硬 我不搭理她 继续哭 假装拿出手机给倩倩打电话 倩倩 你能不能别让杨姨跟别人领证啊 她这才刚相亲一个星期 人都不了解 怎么能领证呢 这下可好 我爸抢了手机想问清楚 可倩倩却提前挂了电话 倩倩那边也没闲着 她旁敲侧击 说我爸跟一个跳广场舞的好像好上了 还没等我爸冲过去找杨姨 杨姨已经冲过来了 她扯着嗓子大骂 你好意思说我出去跳舞 你自己呢 我前脚刚走 你就跟人好上了 你了不起啊 我爸也不甘示弱 谁跟人好上了 你说话要讲证据的 我告诉你 就算你不和我领证 那你也别跟个傻子似的 随便相个亲就把证领了 你小心被人骗 杨姨一连猛 谁要领证 你把话说清楚 上次就污蔑我清白 现在又说我要领证 你是污蔑我上瘾了是吧 这时候 倩倩出场了 妈 是我的错 我骗叔叔你要跟别人领证了 本来叔叔要去找你来着 结果你跑得快 爸 杨姨没有跟人领证 她跑过来 是因为我跟她说 你跟姨跳舞的好上了 杨姨又搬回来了 我和倩倩 我爸和杨姨 我们两段娶了个黄道几日 一同去民政局领了结婚证 杨姨是个很缺乏安全感的女人 这也是她为什么 一直不肯跟我爸领证的原因 她看出倩倩对我有意思 又知道我没谈过女朋友 反正跟谁相亲不是相 这才想到要把我俩撮合成一对 没想到 我俩居然真的成了 至于我爸 也是个缺心眼的 因为太在乎杨姨 所以她总想着领证这件事 杨姨长得好看 又喜欢跳舞 那天吵架 是因为她看到杨姨和一个男舞伴跳舞 她气得乱说话 说杨姨不领证是想着跟别的男人好 杨姨这才记得和她大吵一架 我和倩倩看得出来 他们俩其实都挺在乎对方的 到这个年纪能遇到一个真心待自己的 多难得 我们这一家子 频频凑凑凑凑起来 幸好 凑成了幸福两字 这往后的时光里啊 日子里的那些牵绊 甜蜜争吵 只会让我们一家子联系得越来越紧密 愿家和万事兴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